各位平安 我们很高兴刚才有刘福利牧师来带领我们 认识在我们灵修里面的foundation 的一些foundation跟我们怎么样落实 那在这个session里面呢 我会来讲两个东西 那这两个东西呢 可能弟兄姐妹会有兴趣 那我知道在我们华人教会呢 可能谈论的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却常常听见这两个概念 那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运用 或是能够做一些好的辨别 那么我这两个题目 第一个呢就是contemplation 就是末关祷告 那么待会我会谈什么是末关祷告 那第二个概念呢叫做mindfulness mindfulness有些翻成静观 是不是跟第一个很像 有一点confused 末关静观 然后我知道台湾有一些翻成正念 你们没有听过这个词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词呢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有iPhone 你就你的iPhone的health 里面就有一块 上面就会 我把它圈起来 就是它会告诉你 要做mindfulness 那如果你有孩子 你有朋友在一些大公司工作 Google Facebook Amazon 他们都有常常鼓励大家 practice meditation practice mindfulness 所以它已经成为在 特别是现当今的这个时代 在西方很能够被接受的一个观念 那么什么是mindfulness 那到底这跟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相冲突 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是 我们一开始在想到yoga 有没有做瑜伽 基督徒就会很小心 因为确实mindfulness 它有一些印度教 佛教的传统背景 它不是没有的 虽然很多人宣称mindfulness 是non-religious mindfulness 非宗教式的静观 或是非宗教式的正念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个 非常谨慎的角度 那么mindfulness提倡的 就是说做呼吸训练 有没有 focus on your breathing 让你的呼吸缓慢 让你的呼吸 然后呢 好像要清除自己 心里面的杂念的那个概念 那他们在研究里面发现说 当我们做mindfulness practice 我们focus on the present moment 注重于此时此刻 不要想你过去做错的事情 也不要担忧未来还没发生的 就把你的心神抓在现今 然后呢 专注于你的感受 我的身体的感受 我在想什么 我的心情是怎样 而用这样子 好像让自己 能够有一个安静 有一个专注 那么在过去二十多年 在很多的领域都有被运用到 特别是在情绪管理 还有心理辅导 那我举一个例子 他们拿到很多的funding 拿到很多的研究经费 有一个研究呢 他们就真的有人 进入到监狱里面 帮助那些犯小案子的人 教他们怎么做mindfulness 他们所谓的non-religious mindfulness 然后教他们就是一天三次 有十分钟倒空你的思想 呼吸 然后呢 想一想你这一生要去哪里 想一想你现在的感受 接纳自己 然后呢 不要跳进去你过去的模式 结果他们发现真的出了狱以后 这些过去可能吸毒的人 他们吸毒的激励就真的降低很多 因为他们做mindfulness 所以他们在研究里面 确实有一些 好像是好的果效 那所以我刚刚所谓的这些大公司 这有些是示意图啦 有些好像是真实有这么豪华的 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所谓的mindfulness room 或是meditation room 你们觉得像什么呢 你们感觉像 打坐对不对 很像打坐的那感觉 那所以基督徒怎么看这个 有人就会说很危险 因为当你倒空的时候 是不是invite其他的东西进来 也许是不属神的 或是你一直专注于自己 好像会变成你很自我的focus 好像你要脱离现实一样 而且你好像要跟这个世界的 什么东西合一 那么有点危险 你们可以明白 就有点像做瑜伽的可能性 但是也有些基督徒说 他可能也是跟我们的信仰 有可能相通的之处 不是完全的contradictory 比如说我们要常常去思念神 我们的心神要常常放在神的里面 或是我们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我们不要为明天而担忧 live in the present moment 这个概念跟我们的信仰是OK的 一致的 不是全盘的不OK 所以就有不同的说法 那我来讲一下 我跟一些基督徒辅导的概念 就是说mindfulness它有一些东西 它有一些骨架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但是它的内容是确实要小心 因为它确实有这个印度教佛教的内容 什么是它的骨架呢 我先说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人的里面常常会有一种心神到处乱跑 所谓的自动导航 现在我们每个人三五秒你就很难不看手机 是不是 你刚才从我开始讲到现在 请问你看了几次手机呢 我们的心神很容易跑掉 而且呢 当我们心里面有心情在担忧或焦虑 我举个例子 我们当中可能很多神学生毕业生 或是你明天要预备讲道 或是你有一个公司 有一个很大的报告要做 请问你会很积极想要做 还是你会想要逃避 请问会procrastinate的人 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会拖延症的人有没有 这么少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拖延 因为我们不想要面对那个事情的焦虑感 那么我们不想面对的时候 我们就会 我们的脑心神就会跑到自动导航模式 自动导航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领域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你就会想要去做一些 让自己好过一点的事情 马上好过一点 什么会让你马上好过呢 吃甜食 shopping 骂骂老公老婆孩子狗 这些就是马上就得到果效 我们的脑好像自动跑到那里去 但是请问他对于我要面对的焦虑感 有没有帮助呢 没有 好 忽然你要写大报告就发现 我的书厨好乱哦 我要整理一下我的书价 好 就是忽然你就花了半小时 或是三小时 或是你跟自己说 我只看一集韩剧就好了 就不小心就看了十集 对不对 就是你的心神会好像想要让自己好过一点 结果没想到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或是你吃了一大堆junk food 反而是跟你想要生活的模式 就是相违背 所以mindfulness的里面的就提醒了 他的精髓提醒我们说 我们很容易用自动导航 就是让自己暂时好过一点的东西 来让我们不用去面对那个焦虑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很焦虑该怎么办呢 好 所以就是把自己的心神安静下来 做深呼吸 focus在此时此刻你的感受是什么 啊 我好焦虑 好 我明天要讲到 啊 我好焦虑 我有一个大project 我心里面很烦 然后呢 接纳自己的这个感受 啊 我会烦也是应该的 我很有责任感 我很完美主义 所以我才很难踏出第一步 好 然后呢 让这个安静去提醒 我这一生长期的目标会是什么 如果我说我来读神学 是为了服侍神 那么这个成绩可能没那么重要 因为我的长期目标是荣耀神 服侍神 这个小小的成就 it's okay 多少人喜欢我的服侍 it's okay 是不是 就可以放下一点点 然后呢 用这种很开放的 好奇的态度 接纳自己的那个焦虑感 好 这就是mindfulness 它背后的 这个有用的成分 所以如果说 我们不是用 它的方法来做mindfulness 反而我们是用基督徒的 祷告的模式来做mindfulness 其实是有帮助的 它的frame是ok 对不对 它的frame 它的那个提醒我们的骨架 是有益处的 但是那个内容 那个冥想 我们不用那个冥想 那么所以这就是大概的mindfulness 待会我们会来practice一下下 那么另外的 我们要来说基督徒的contemplation 是什么呢 基督徒的contemplation 是在很多年以前 那么by the way 在基督徒的辅导里 有一派的人 叫做基督教辅导学 他们认为 我们不用去 去世俗的地方 找寻智慧 我们要从我们的信仰里面 找寻智慧 我们自己家里面抽屉 就有很多宝物了 我们不用去世俗的地方学 而那个宝物在哪里呢 就是在那个classics 就是在那些沙漠教父 在那些以前 很久以前 几百年前的信徒们 他们的写作 他们的practice 我们可以得到帮助 因为从他们的 过去的领受 我们也跟他们一起 去看到圣灵的工作 那么其中比较有利的 就是待会我要来提的 就是contemplative prayer 就是末关祷告 但是在读他们这些之前呢 有很多福音派的学者们 就提醒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相信我们当中 可能有些人也读过 有关于神秘主义这些的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常常是鼓励大家用 这个imagery 用这个想象 用好像去专注于 那个感官的感受 而这个跟早期还没有分 基督教 天主教的时候 他们对于到底圣经的权威 到底好像是不是可以 请别人来帮你祷告 到底什么是你真正信主的 那个moment 那个conversion 等等的 都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我们就是参考的来读 不要把它当成像圣经这么的 这么的绝对 好 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 disclaimer about我们来study 那么末关祷告呢 就是contemplative prayer 我相信我们当中也很多的 包括我们很多 spiritual formation的大师们 都是从contemplative prayer 来学习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他们早期的这些信徒们 他们有一个practice 就是lectio divina 那么除了我们福音派 很熟悉的理性的 去bible study以外 我们很会bible study 你们同不同意 我们很会分析 研读 代查经 他特别提到的 就是那个contemplation contemplation就是being with God 就是让我可以跟主在一起 我不用用理性的 一直去研读研读 我的头脑变好大 但是我希望就好像 你的孩子 小小孩子过来 黏在你旁边 这就是你跟主耶稣在一起 你是这么的渴望 跟神在一起 不需要好多的研读 大头脑 只是being with God 听神要对你的说话 很亲密的 很personal 跟神在一起 那这样子 请问这样好不好 好像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要说 研究了好大的头脑 然后呢 我们就走开了 耶稣要跟你说 耶稣说 等等等等 然后我们就走了 这样子 好像我们做完了 今天该做的事情 check off 我们就走了 这是一种跟神在一起的 waste time with Jesus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说 我们来跟耶稣 在一起花时间 听他要对我们说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蛮美的 那我整理了一下 在当然这个contemplative prayer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主题 那我整理了几个比较大的 是提供我们来参考 那么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我们来meditate on God的时候 我们的内容 就是比较有专注于神的内容 那其中第一个呢 就是他们常常 这些早期的人在写作 都会提到 属灵的历程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process 它不是一步登天 by the way 我遇到很多焦虑的 完美主义的人 他们都会很懊恼 自己没办法 很快地变成成圣 很快地就熟知圣经 很快地能够知道 属灵的传统 但是其实这些人的写作里面 包含我们很熟悉的 天路历程 有没有提到 我都读到 那个后面头都很大 有没有 它太多的那个metaphor 一个基督徒 遇到什么什么 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象征 或是石家约翰的灯 攀灯加密山 那么这个都是 原说到有一个 很早期的神学家 他说我们属灵历程 大概是会有进化 会有光照 然后最后才跟神结合 有这种好像神来进化我们 然后illumination 光照我们 然后union with God 那么我很喜欢的 其中一个 他讲到好像在爬山 那么属灵历程就是 有高有低 请问信主的人 会不会低潮 会 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伟人 在历史里面 他们都经过低潮 就好像mother teresa也会有 在那本书来做我的光 他的信件里面 他的日记里面 也提到他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人一般看不见的 那个低潮 那就好像石家约翰讲的 好像那个dark night of the soul 我们基督徒会经过很多的暗夜 但是这个暗夜是带有盼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低潮是来自于 因为我为我的软弱 为我还未成圣而哭 所以他跟我们认识的忧郁症 是不一样的 忧郁症真的是很没有盼望 是不是 觉得这个世界上很黑暗 尤其像我们处在今天的时代 世界这么的动荡 我们很没有盼望 但是基督徒的暗夜 是带有盼望的 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罪 自己责备自己 希望神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提升离开这个low 离开这个低潮期 所以这个暗夜是带有盼望的 神终究会带我们脱离的 基督徒的忧郁症 很多时候是跟这个相关的 你们知道吗 是很属于信徒的 属于服侍者的忧郁症 其实是带有盼望的 我觉得这个暗夜 也是值得我们去contemplate 不晓得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经过 你们的属灵的暗夜过呢 很多时候经过低潮 我们才会有属灵的得着 It's such a paradox 可是谁要低潮呢 没有人要经过那个低落 但是这些早期的信徒 给我们很多的盼望 It's okay 那么另外一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contemplation 我们的meditation 是要追求神的圣洁 不是self focus 说我只是要心情放松 我只要达成很多的成功 反而是我们希望去求神 检视我们里面的黑暗跟罪 比如说 在这本属灵操练里面 这位教士他就写到 我们要30天里面 才能够有一个行为改变 By the way 他说要30天的操练 就跟今天很多人在说 要改变行为 就差不多是需要一个月 就是你要运动 你要操练属灵 你要操练多爱你的孩子 都是可能需要 average time是需要一个月 那他里面提到 我们要去看看 我们里面有没有大的罪 还是小的罪 小的罪就是思想而已 大的罪是我们身体 有行出来的罪 然后罪有不同的层次 我们自己的 别人的 这个世界的 所以我们要去 think about这些 在我们身上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meditation is focusing on这个 追求更圣洁的生活 第三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 劳伦斯弟兄 请问他是谁的好朋友 就是刚才我们的 刘富里 刘富里牧师的好朋友 劳伦斯弟兄 他说我们要每一个moment 都要去感受神的同在 我们不要去想 做那个好大的事情 我要在我的眼前的 这个moment 这个present moment 跟神在一起 因为我的每一个moment 都是可以荣耀神 你们都知道 他在厨房工作 他说 Jesus is in the kitchen too 耶稣也在厨房里 所以这个给我们 好大的鼓励 不是只有在台前的侍奉 人看得到的侍奉 是刚才 八点十分同工们 在这边爬椅子的时候 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 是在两点四十五分 你在清理这个场地的时候 耶稣在我们当中 是在你半夜 在为你的新生儿 为奶 只有你跟他 全世界都黑黑的 只有你很lone的 的时候 你在服侍你的孩子 主耶稣在那里 当你去开车 接一个 无法开车的姐妹 去教会的时候 耶稣在那边得荣耀 是不是很棒的 很棒的一个提醒 Every moment including the present moment 耶稣都在这里 我们可以在每个moment 因做这个小事 而喜乐 而满足 所以当那个mindfulness 说focus on the present moment 请问是哪个先 是brother Lawrence先 还是mindfulness先 我们在我们的传统里 就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要活在此时此刻 因为过去已经 不用再后悔了 明天还没到来 我们一直在计划 有什么用呢 只有这个时刻 是在我们的手里的 Are we honoring God Are we being present with God 在每一个活着的 气息的moment 这个contemplation 是不是很美 我觉得是值得 我们去思考 那么除了brother Lawrence 后来我发现 也有好几个 其他的作者 也在他们的写作里 提到相同的概念 当下成圣这本书 也是提到 我们在做 简单的服饰里面 可以体验到 神给他的那种 sacred meaning 或是这个 Valon 是不是 都是很法国的名字 他也提到 当我们将所有的事情 放在我们祷告里 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 我们就让自己 专注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将这个时刻 把耶稣当作守卫 超过世上的一切 这些提醒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我只是提出几个主题 都来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生活 我们的默想的生活 是可以很丰盛的 而且是提升我们 来跟神更亲近 借着我们检验我们的圣洁的生活 检验我们 有没有每时每刻去经验神 我们的mindfulness 给我们很深的 很深的这个提升 在跟神的亲近的这个旅程上 那么这个 我在讲一些study 就是在mindfulness的study 用在how effective it is 在psychology的领域里面 那么这个研究是很早期 他们就把一些焦虑症的人 分成集组 那你们知道焦虑症 很多时候他们是无法放松 所以他们就教他们 这个肌肉放松法 就是一般的 我们在心理的辅导里面 会教需要的人 怎么样放松自己 by the way 你们知道前两名 来看心理治疗的 第一名 第二名是什么吗 有没有人要猜一猜 好 忧郁症对不对 跟焦虑症 那很多忧郁症的人 都会跟我说 啊 忧郁症好痛苦 好痛苦 我很 I feel 我没有动力 然后世界很黑暗 可是焦虑症的人 是那种失眠 紧张 心悸 肌肉紧绷 焦虑症的人都跟我说 他们觉得焦虑 比忧郁还痛苦 你们可以想象吗 因为焦虑 你无法控制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好像 走他自己想走的路 这样子 进不下来 所以焦虑的人是很痛苦 那在这个研究里面 就把这些焦虑的人 分成一个叫做控制组 就是没有做什么 只是用谈话的 来让他们把心情谈出来 第二种就是 muscle relaxation 渐进放松法 那另外一组是 信徒们就让他们 用诗篇二三篇来默想 那么请问你们可以猜 对于基督徒们 哪一个是最有效的 默想十篇二三篇 所以这个就是 更加的affirm 就是说 对于基督徒来讲 我们的信仰传统 已经是宝藏了 我们很多时候 还要去外面求东西 其实在默想 神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享 神的同在 得享神的平安 那么另外还有 其他的研究 因为这个做心理的人 都是什么事都要有研究 那么有一对夫妻 他们是在Fuller的两个 那我跟他们 在一个conference 有见到他们过 那他们就在研究说 到底为什么 Christian mindfulness 是有帮助的 他们提出三个 hypothesis 我觉得很有帮助 因为记不记得 不管是基督徒的祷告 末观的祷告 或是mindfulness practice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呼吸 然后活在此时此刻 都是帮助我们 有一个reset 就是我们的脑 有一个重新开启 好像我们去洗把脸 有没有 重新的reset 我们的思绪 那么祷告 或是做mindfulness的训练 就是让我们的brain 有一种reset的果效 让我们在我们的焦虑 烦恼里面 有一种暂停键 所以它为什么 这个是很有效的 第二个是 我们学习去接受自己 刚才我提到mindfulness 就是说 我们接受自己 有焦虑感 也是能够理解的 我们接受自己 我们的内在就不会打仗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结婚20年 就你看到你的先生 袜子还是乱丢 你看到他这个 煮完东西也不洗 那如果你心里想说 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每天念他 他为什么都不改 都不改 他都不改 怎么可以这样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的心情就会很不好 对不对 因为你会一直觉得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怎么可以这样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 结婚20年就会说 他就是这样 我接受了 我就是默默 去把那个袜子收起来吧 我就是默默地把它洗起来吧 我接受的时候 我的心 其实就不会打仗了 因为我们心里面会一直 如果我们不接受 我们心里面会 怎么可以 这怎么可以发生 这不可以发生 不管是我们遇到的危机 我们遇到的病痛 我们遇到不好相处的人 如果我们一直说 他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会活得很痛苦 但是这就有一点像基督徒说的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就好像我们的哀悼的阶段 有没有 到最后我们都说 接受吧 接受 如果是主啊 如果是这是出于你 我就什么 Yeah 我接受因为这是神 你有主权 你有你的安排 所以我们通过接受自己 我们的心就不再打仗 也包括接受我们的家人 第三个 就是当你在做mindfulness 你就有点自我观察 你不会说 我是焦虑 我有焦虑 我有焦虑 而是说 我有一个感受 这个感受 让我有点不舒服 你可以好像跳出来观察自己 我在干嘛 为什么我会骂孩子 为什么我会无缘故 又去吃一包potato chips 还整包吃完 为什么我会上网买东西 原来我现在有点焦虑感 你看到没有 就是你可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 来自我观察 而这个让我们可以比较平静的 去看到自己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 比较有一点概念了 什么是contemplation 什么是mindfulness 那我们要注意mindfulness的什么 那么我来讲几个 在contemplation里面的 我们很常用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叫做耶稣导文 Jesus prayer 那么以前的教士们 他们没有手机 没有wifi 但他们却常常可以 他们还怕自己的心神会乱跑 你知道吗 他们很怕自己的attention到处跑 不荣耀神 所以他们就会好像有点像在repeat 背诵 像比如说这是他们常念的 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怜悯我这罪人 他们在坐篮子 他们在种田 就会一直repeat这句话 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怜悯我这罪人 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怜悯我这罪人 而当他们这样 一直操练操练的时候 这句话就成为一个 好像心神 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的 一个prayer 神啊怜悯我 因为我很容易走偏 神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罪人 是不是很有趣 所以这个耶稣导文 那另外一个叫做归心祷告 centering prayer 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 他里面这个归心祷告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用很多的字句 来填满我们的祷告 就好像那个外邦人 他们以为用很多的话多了 就闭蒙垂听 但是其实刚才我说 contemplation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being with God 所以不要把那个 祷告文塞得很满 只要be with God in your prayer 那么很多的大师们 也都会来提倡我们用这个prayer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来锻炼一点点 get a taste of i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安静一点点时间 然后all you have to do 就是呼喊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啊 或是Lord Jesus 主耶稣 我们就都又这样 就是不要想很多内容 你只要呼喊神的名 跟神在一起 好 我们有一段 小小的操练 好不好 那这个操练呢 就是让我们去be with God 去抓到神 去跟神在一起 而不需要讲什么 不需要请求 不需要填满他 好不好 好像两个很有默契的 我们跟主耶稣是好朋友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可以就是很亲近的 跟他在一起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安静一分钟 我们来呼喊神的名 in our centering prayer 然后最后我来做一个 小小的小结尾的祷告 我们来安静一分钟 呼喊神的名 主耶稣 你的名何等奇妙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随时可以 享受你的同在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对你的 祷告 寻求你的心 求主来帮助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How do you feel 快睡着 但是很多人跟我说 当他们就是 不要想太多的词的时候 有一种好像 神知道 有没有 神知道 也有一种安静 也有一种好像 感受到神 荣美 神的同在 所以我觉得这些操练 对我们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帮助的 那么也有很多基督徒 要把基督徒的观念 跟 Mindfulness 来做一些整合 不是通通来 不是 不是来做 那个 所谓的 Non-religious meditation 而是怎么样帮助 特别是信徒们 在我们的 每一天的生活里 特别是我们焦虑 烦恼的时刻 那刚才我提的那对 Simonton的夫妇 他们就有一个方法 叫做双荧幕法 很有趣 他的双荧幕就是说 你就想象你的烦恼呢 就好像 你的信仰好了 你的信仰 或是你今天得到的经文 是放在一个大荧幕 好像在一个电影院 可是那个电影院的大荧幕 旁边有一个小荧幕 一个小电视 小电视播放的 就是你的焦虑烦恼 但是大荧幕 是神给你的经文 或是神给你的鼓励 很多时候 就好像那个彼得 有没有 他看到耶稣在那里 是大荧幕 他渴慕去耶稣那里 但是当他眼睛看到 那个风和浪 那个小荧幕 他就会跌倒了 所以这个 在焦虑的心理辅导里面 他们就帮助很多病人们 什么是你的大荧幕 写下你的大荧幕 也许是今天神给你的经文 也许是诗篇23篇 放在大荧幕 小荧幕是你的烦恼 我怕人的眼光 我怕被judge 我怕明天跟我的老板 有evaluation 我怕这个被裁员 等等等等的 那么我们就常常 practice把我们的心神 看到这个大荧幕 神的应许已经在这里了 那我就把 我就看一眼 然后再把我的眼睛 拉回来这个大荧幕 看一眼大荧幕 这是一个方法 那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也是蛮有效的 就是当我们真的很焦虑的时候 你们知道煮饭 不是有那种四个炉子 有没有 就是前面的就是 你正在focus的事情 前面的就是比较重要的 神啊让我看到 我今天 你给我的带领 然后把那些烦恼 放在后面去 就它不能够消失 但是我先把它放在 back burner 那放在后面 那我现在先专注 你要我做的 那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 integrate这些 prayer life 跟我们怎么样运用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 我想我们确实遇到像 不管是这种 mindfulness的运动 或是这种yoga 这种new age的movement 我想我们还是要 非常谨慎跟小心 不是全盘接受 但是也不是 我们不认识他 就完全否定 我想我们要去思想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其实神已经给我们很多 属于他的儿女们的 这些宝藏 这些宝藏 当然是要我们去亲近 跟去荣耀神 但是我们也是可以 让我们的每一分 每一秒 都能够更多的 藏在神的里面 那么我觉得 这个是我 我把它integrate以后 我觉得Christian the mindfulness Christian the prayer life 我们来思想看看 你可以邀请大家 来想一想 你最近 你这两天在烦什么 也许你在烦明天的服事 也许你工作里面 有很多不顺 或是你很担心这个世界 或是你刚才家里一桶油 所以你心里很烦 就是这个世界的动荡 或是你关怀的人 他们家里遇到一件 很沉重的事情 或是身上的病痛 那么我们 在我们的烦恼里面 什么是我们的自动导航 自动导航就是我们 试着不想去面对这个痛苦 我们做一点让自己开心 但是却没有长期的帮助 我们可以来想一想 神给我们这一生的 purpose会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 最大的purpose 跟我们现在小小的烦恼 比较起来 我是不是 It's okay 我走在神给我的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目的 长远的目标 long term的目标 神是不是借着我的生命 有在转换 有在工作 那么当我想到 我的烦恼的时候 求神也帮助我 不是用我自己个人 来批判我自己 就连保罗说 我也不评论自己 对不对 神的观点会是什么 神啊帮助我 用你的观点来看我自己 不是过度的提升 也不是过度的贬低 主啊让我用你的眼光 来看我的生命 主啊让我在这个 每时每刻里面 去体验你的同在 你的purpose 而不是让我们自己的 那些自动导航 来占满我们的心 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呢 就发现这个 这个结合 确实有帮助到我们 不管是我们在 躲避我们所焦虑的事情 或是我们用 一些的瘾的行为 刚才讲的 上网 这个大吃大喝 或是负面发泄 我们好像是可以更多的 去be aware 我现在是在哪里 神知道我在哪里 然后把自己交给神 那个完全的自我的接纳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结论就是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神给我们很多的宝藏 在过去的信徒里面 在我们历史里面 也看到神怎么借着他们 来教导我们安静 教导我们进入 跟他同在 但是当今的这个movement 我们也是要 非常的谨慎小心 那我觉得当我们的孩子说 我们的去Facebook Amazon Google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可以有 他们的prayer life 不是要 就是要跟着大家走 但是我们的中心 刚才讲到的是 对付罪 每时每刻体验神 是去经验那种 高低起伏的属灵生涯 这个是我们的meditation的中心 我想是值得我们 更多的来操练 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 然后也希望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开阔我们 怎么样来更多的 从传统跟现代里面 去更多来经验神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历史里面的很多的圣徒们 他们花很多的时间 与你亲近 他们教导我们 祷告不是 只是用华丽的言语 他们告诉我们 要活在每一刻 每一时每一刻 都是可以荣耀神 都是可以经历主的统灾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 神啊 你洁净 你净化我们 你带领我们的属灵历程 是有高山有低谷 但是即使在那个低谷里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软弱 跟最难过的时候 主这是讨你的喜悦 主让我们不要 只是追求 那种属灵的高峰而已 我们也在低谷 还是蛮有信心 还是蛮有依靠的 来与你同行 主要让我们回去 离开这里以后 我们可以用那个安静 与你present的祷告 来经验你更多 来体验你更多 也meditate更多 在你的话语里 让你的平安 让你的同在 充满着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用自己的 或是世俗的眼光 来评论自己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处在你的 怀里是多么的美好 我们可以属于你是多么的 有福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脱离那些 autopilot 让我们可以更 进入一个属你的 历程里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这是几年前写的一个 今天讲的很多东西 都是在这个article里面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谢谢 谢谢